Dreams 假如您是異形這個作品的真愛粉 在正宗的異形4之後一定都會在想Ripley-8 有著人性設定的生化人CORE 以及坐輪椅的FREASE 還有討人宴的Jonah 這一漂啊快二十六年的時間 到底順利的降落在地球了沒 究竟什麼時候才能看到有 Scully Weaver這位異星之母 所領軍的異星舞正式推出呢 這些年之間陸續有異星舞正式開拍的傳聞 包括在2020年間 Scully Weaver正式收到了異星舞 厚達五十頁的劇本故事大綱 他也正式的語帶保留的 為這件事進行回復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畢竟Ripley如今已朝不同的方向而去 也或許Ripley已經仁盡意志 就讓他好好休息吧 似乎透露他死眼的心意 但卻也沒有把話說死 另一個在之後經過證實的謠傳是 異星舞會由一樣也是珍愛粉的導演 Neil Brockton 來指導 Brockton 由於他的三部科幻電影 《地酒禁區》《極樂世界》和《成人世界》的成功 也就得到了真正的異星之父的雷導 Ridary Scott 所推舉 當時的Brockton 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 發布了一系列異星概念的概念圖和設計 顯然他對異星系列有著濃厚的興趣和創作熱情 這件事也引起了Scott 的注意和欣賞 因此Scott 便推舉 Brockton 成為異星舞的導演 但卻沒想到將異星舞進行完整封印的則式 Ridary Scott 因為在2021年呢 Brockton 在採訪中對於異星舞的開發進度 也是 他是半開玩笑的 談到這件事情 可能雷導這時候還在看著他的極樂世界 並且說 嘿 這個人不懂拍異星 看來我們得跳過異星舞先來拍點別的 這件事也的確經過證實 在2015年呢 以加盟異星舞 並且正式成為指導的Brockton 雷導是繞過了異星舞的開發 而是推出了異星的兩部前傳作品 這些年呢 雷導也直言不諱地認為啊 他所看過的異星舞的劇本 沒有一個是對的 拼湊這兩人的說法 在時間線稍微對一下 異星舞也就有可能太死腹中了 OK 我們先進段廣告 下段再和您聊 異星舞別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喔 catastrophiced ��破片 大份 歷製 可成人 換他 轉 下段 면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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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今年4月26日的世界一行日的隔天 終於傳出《異形舞》開發的最新進度資訊 Scarly Waver呢 接受英國《Total Frame》雜誌的採訪中 他說 有很多年輕演員都會想接演我的角色 我曾經非常想和Neil Brocken一起拍攝一部異形電影 但我們最終沒有這個機會 而你知道的 那艘船已經開走了 River接著說呢 我很開心現在我所做的事 我已經在太空度過了我的時間 他繼續說 我認為Riverley Scott 在Alet Ripley和一行的電影路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他和他的團隊讓Riverley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女人 而不是一個無助的生物 我覺得我很幸運啊 這些男人們正在創造這個女性角色 而他們也尊重這個由他們所塑造出來的強大女性 所以這項重大訊息也就直接證實了 不會再有Wiver本人所演出的一行舞 而且一行舞的開發也再度的進入了休眠期 這無疑的是給了全球一行粉絲們一個重大的打擊喔 只是另外一件好消息是啊 毀掉一行舞的元凶雷島則是屬意了拍出暫時停止呼吸一和二 還有失辨的烏拉圭導演Funderrico Averis 來揭拍新的一行電影喔 新的一行依然由雷島擔任監製啊 但不會是原先雷島一行宇宙的世界觀 而是另一條新的原創又獨立的故事線 他的發行商二十世紀影業 對於他的開發是保密到家 不過可以預見的是喔 故事也是一群來自地球的年輕人 在太空船上將和一行相遇 並且與其對抗的故事 目前最有可能是透過串流平台Hulu來進行發行啊 上映的時間目前仍然未定喔 所以也請各位一行系列的真愛粉們 在等底下下囉 本台有第一手資訊的話 也會在這裡和各位一同分享 OK 本期節目就到這 也歡迎您透過留言和民同分享 您的看法 我們下期見 拜拜 也許Q彤 美宝滚筒感应机 给您如新的好衣服 片花组制作